歡迎大家繼續收看鐵樓的頻道 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 屯馬線在去年6月27日正式全線通車 但大家又知不知原來在顯徑和鑽石山之間 本身還有一個站呢? 今天的片段我們將會介紹 池雲山發展鐵路服務的歷史 所遇到的問題 以及最終落實的解決方案 池雲山是一個位於黃大仙區山上的住宅區 以公營房屋為主 而根據政府統計處進行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這一區的人口大約是84,300人 當年的池雲山村前身是曬治區 在1964至1971年落成 共有62座樓宇 這裡是全香港最多流雨的屋邨 1980年房委會為了方便管理 將池雲山村分拆了五個屋邨 之後再在1990年代開始拆卸重建 現在的池雲山共有六個屋苑 分別是池安苑、池樂村、池愛苑、池正村、池民村和池康村 分佈在山上的不同位置 各個屋苑的中心點是區內的大型商場兼運輸中心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住宅區 池雲山早在1967年的香港集體運輸研究已經規劃設站 是沙田線的其中一個中途站 當年的沙田線可以說是今天屯馬線的初型 由山下圍即是今天車公廟站附近的曾大屋 去到尖沙咀一段 都與超過半世紀後出現的屯馬線頗為相似 而當年所規劃的池雲山站 大致上是位於雲華街、介乎玉華街和雙鳳街的位置 即是今天的池樂村、樂安流和池雲山中心的正下方 車站規劃是在工程第五階段興建 作為沙田線的終點站 並且預留在第六階段再延伸去沙田區 車站採用類似炮台山站的島式月台 並在頭尾兩邊的雲華街和雙鳳街分別設有大堂 由於車站深入地底 設計時已經預期在每邊會分別設有三部高速升降機 往返月台和兩個大堂 不過由於當年的沙田是完全未發展 而當局對於沙田區的未來人口計算錯誤 所以在1970年的集體運輸計劃總報告書裡面 就取消了鑽石山以北的路段 池雲山站的建議也一起石沉大海 雖然當年的報告提及 如有需要可以將東九龍線延伸到池雲山 但東九龍線九龍區其餘的路段 最後還是留在沙中線項目下的屯馬線才落實興建 直到2002年 九廣鐵路公司投到沙中線之後 政府隨即要求九鐵 研究將鐵路服務延伸到黃埔和池雲山 池雲山站才正式再被提出 然而好景不常 由於池雲山站需要在超過100米深的地底興建 乘客出入和緊急疏散都非常困難 九鐵於是在2004年決定改為建議 在地面興建高價制度接運系統 類似於香港國際機場 和目前由港鐵營運的澳門輕軌 或者大家會問 既然西營盤、香港大學 和利東站的情況類似 為何這些地方成功設站 而池雲山不行呢? 原因是因為九鐵所進行的地質勘察中發現 池雲山並無適合興建車站的岩層 不過沒多久 九鐵就在2005年推翻自動接運系統的建議 在商討兩鐵合併期間 九鐵和地鐵重新檢討沙中線方案之後 兩家鐵路公司 除了認為興建池雲山站在技術上不可行之外 同時也指出自動接運系統 無法在波度過大的地方行走 如果實行這個方案 就只能在池雲山的南部 即是池樂村附近之站 服務範圍不大 未能及區內大部分的市民 再者 在過往的公眾諮詢期間 有居民關注高架列車在施工和運作期間 對景觀和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特別是列車在晚間行車時會造成的噪音 池雲山發展鐵路的理想 就再一次失敗告終了 去到2008年 兩鐵合併後的港鐵建議不興建池雲山站 而為了解決池雲山居民的交通需求 港鐵建議興建行人軒條系統 和改善區內的行人設施 連接池雲山社區和鑽石山站 這個建議最終得以落實 由政府委託港鐵興建的行人設施 在2017年落成啟用 比起屯馬線一期的通車日期早了近兩年半 接著下來 就讓我們和大家實地考察這個 作為池雲山站替代方案的行人設施網絡 由鑽石山站走去原先建議自動接運系統 能夠安全設施的池雲山村 我們由鑽石山站的A1出口出發 利用龍潘苑外面新加建的升降機 走上天橋 再穿過鳳德商場 由於時間關係 這條片中的步驟將會採用快鏡 希望收看正常步速的片段的話 可以參考下面的連結 穿過商場 乘搭另一組新加建的升降機 就會去到鴻江村島 由這裏開始 沿途的行人路上蓋 都是同屬鐵路公司工程的部分 來到這座天橋 代表我們已經來到磁雲山複船的大橋 穿過磁樂村三旗 再搭升降機 就會去到磁雲山中心 由鑽石山站來到磁樂村旁邊的磁雲山中心 需時大約16分鐘 幾個建議入面 而建車站的船址 亦都在這裏附近 既然一場來到 我們都走上 好像自動行人道的一段行人天橋 這段行人天橋 連接了磁雲山北部的磁勝村 和磁樂園 不過 由於兩段天橋並不相連 行人需要先走到地面 再重新接駁另一段天橋 未免較為不便 雖然這段大約三百米長的天橋 有大約一百米系自動行人道 但是這一日 四段自動行人道 就有三段故障形容 而扶手電梯同樣出現故障 我們較早前 讓大家競猜由鑽石山站 走到磁靜村所需要的時間 加上這一段 全程就一共需時二十六分鐘 一直向上走大約半個小時 而實在難以感到行命 雖然行人天橋系統 連接了中心點的磁雲山中心 但是這套系統 並不完全是天橋 也不乏地面路段 行人需要不停上落 再者 路途都有一定距離 所以仍然有不少市民 會選擇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去接駁鐵路 甚至是各區 而在磁雲山中巴士總站 就有班次頻密的專線小巴 特快往來鑽石山 黃大仙 和九龍塘站 還有巴士去觀塘 紅磡 尖沙咀 吉祟 汁魚聖 北角 上環 機場等地 亦可見有不少市民 會選用這些交通工具 大家认为现在池云山的行人设施 能不能够取代田路服务呢? 池云山站的建议经历了三次失败 会不会再有机会改进再作尝试呢? 坊间也有提议将某部分在屯马线通车之后 客量低迷的巴士路线延伸到池云山开拓新客源 逃出减班甚至是取消的命运又可不可行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囊留言 最后多谢大家的踊跃支持 我们YouTube channel的订阅 话这么快就来到五位数 我们将来必定会继续努力 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影片 大家记得追踪我们的Instagram page和Facebook page 接收更多铁路和交通相关的资讯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